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黄小蕾不怕累 他专毕业之后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 就在早餐店帮忙做事 正所谓出生牛都不怕虎 他在父母那儿学了一点手艺 就干脆向父母借了点钱 在另一条街上单干起来 父母是夫妻党当然没有那么累 可黄小蕾硬是一个人撑起了这个早餐店 从凌晨三点钟开始起来开店 再苦再累他也没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选子不错生也比较火红 而且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后来父母看他这边生意很好 就关了老店过来帮忙 黄小蕾顺势就租下了 旁边没人的店面 把早餐店扩大了一倍 因为父母在店面扩大了之后 又招了几个员工 所以黄小蕾轻松了很多 父母常说希望黄小蕾 能和其他年轻女孩子一样 没事的时候出去逛一逛 不要整日就在店里忙前忙后 一双手都操得不行 黄小蕾倒是无所谓这些 他一直觉得自己学习不好 总得会有点手艺 既能养家糊口 又能不被别人在经济方面产生偏见 所以他相当努力也占了不少的钱 杨旭正是被他的努力精神所感动 这也是当代许多年轻人所缺少的特质 包括杨旭也没有 黄小蕾不怕吃苦的勇气 他是打心点里佩服的 也深深地被他吸引 杨旭是黄小蕾的高中同学 他沉寂一直拔尖 是那种不用努力学习 就能考个好沉寂的聪明学生 而现在他在黄小蕾店铺 附近的宗学任教定理 因为是同学杨旭经常来照顾生意 但黄小蕾没有想到 杨旭会追求他 还是老套的 写一本正经的情书给他表白 原本他对学习好 学识渊博的男人没有抵抗力 杨旭追求他 他欣然接受了 黄小蕾的父母也都很喜欢杨旭 觉得他老实习有铁饭碗 还特别的聪明 一家三口都觉得 他们家的基因要被改写了 两人恋爱了一年 因为都到了试婚的年龄 感情很稳定 结婚便水到渠成 杨旭家里十分普通 父母在沿海城市打工 母亲在老家做点灵活 杨旭职业虽然高尚 但的确工资很低 继续并不多 黄小蕾觉得 两个人挤在学校的职工宿舍 确实不太好 他这些年也攒了一些钱 就买了一套二手房 重新装修了一下 杨旭拿出了积蓄 添了一些家具 小两口就搬进去住了 婚前黄小蕾很少和婆婆来往 但并不了解婆婆的性格 他只知道 杨旭对婆婆是没有过好脸色 他不知道杨旭和婆婆之间 有什么矛盾 只是杨旭不说 他也就没问 毕竟和他过日子的是杨旭 而不是婆婆 两人结婚的时候 婆婆并没有过来 说什么年纪大了 运车 一个人不认识路 就不过来了 其实黄小蕾很失望 毕竟结婚是人生大事 如果婆婆都不到场的话 不知道旁人 会传什么样的风言风语 看杨旭失望又生气的眼神 他反而去安慰他 说以后两个人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可结婚后 没多久 婆婆得知儿子 儿戏住进新房了 就从老家 收拾包袱过来了 杨旭很不欢迎 婆婆的到来 黄小蕾夹在他们中间 倒向是个合适老 他专门给婆婆 收拾了一间房 杨旭说没有必要 他母亲就是一个 极其爱信仰的人 黄小蕾这样做 从引狼入室 无论没有差别 当时黄小蕾还劝他 别这样说自己的母亲 说两个母子 哪有什么隔夜丑 解开心就好了 而和婆婆相处之后 黄小蕾终于明白 杨旭说那句话的意思 自从黄小蕾 给婆婆收拾了房间 隔三差五 他都要小众 有时要去不同意 婆婆就在黄小蕾耳边唠叨 黄小蕾尊重他 也就答应了 谁知道他还带来了一个 黄小蕾不认识的亲戚过来 出事一道来看病的 黄小蕾没有多想 觉得都是亲戚无所谓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那一次婆婆带着那个亲戚 完了几天 两人就回去了 临走之前 还让黄小蕾买了很多东西 大包小包的带了回去 谁曾想过了几天 婆婆又带着几个亲戚来 这次直接占领了主过 黄小蕾都没有地方睡了 那天晚上 黄小蕾和杨旭 回他的职工宿舍 凑合了一晚 想等那一群人 第二天走了就好了 哪知第二天回家 加了一团糟 纸坛上的到处都是 还有小孩在墙上 乱涂鸦的痕迹 黄小蕾特别的生气 但有亲戚在不好发火 倒是杨旭帅些生气 说不允许他再带来亲戚了 再把他母亲和亲戚 一起送走了 黄小蕾以为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婆婆没有死心 他趁杨旭去临世学习的时候 又带亲戚来採观 小两口的房子 这次黄小蕾也忍不住吐槽 婆婆怎么又带 不认识的亲戚来了 婆婆一直觉得 杨旭不让他来成立生活 就是因为儿子从中做梗 先是把黄小蕾数落了一番 接着更是要无养威的说 我儿子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想带谁来就带谁来 房子是我买的 黄小蕾直接告诉婆婆 这房子可是他全宽买的 婆婆就是这个家的一个客人 想来这儿住就不要太过分 否则下吃养去 再赶他出门 别指望这儿媳妇来帮他了 本来婆婆就是一个气软趴硬的人 一听黄小蕾态度如此的强硬 也不敢多说什么 生怕做的多了以后 儿子不孝 儿媳不亲的 两个养老的人都没有 于是赶紧带着心情离开了 女人对待那些侵害你权益的人 一定要态度坚决 拿出气魄来 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绝不能为了所谓的家和万事兴 而处处选择退让 这样会被别人觉得你好欺负 继续把你的利益占为己有 所以任何一个人必须有强硬的手段 来面对他人 这样才会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尤其在一段婚姻中 女人千万不要以为 一味的忍让 会换来家庭的希望和发达 遇到一个拎不清 又按攀比炫耀的婆婆 女人真的不必 太委屈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